时的画面,照片中周星石一袭黑色运动衣,内搭白色T恤,头上还戴着黑色鸭舌帽,整个人显得非常低调,不过虽然他头戴鸭舌帽,但是位者挡住的花白头发还是非常醒目,这也是让人一眼就认出了他,据了解,此次这组照片,是周星石在深圳开拍美人鱼二时被拍下的照片,说起来美人鱼二也是让众多网友等候多时了, 前段时间也是有消息报道说已经开拍,此次终于看到周星石在拍戏的现场照,也是让人莫名感到激动呢,另外,从流出的照片中看,周星石在当地取景时,现场也是有不少网友围观拍照,虽然说周星石打扮得相当低调,但是在遇到围观网友索要鲜明时,他还是大方的为其鲜明,也是凸显了他随和的一面, 图围星也鲜明,真是颇有一番美人鱼中的画风啊,至于现场演员造型方面,从流出的画面中也是不难发现,这保密工作做得真是非常好呀,看演员在前往拍戏现场的过程中,都是直接用衣服遮住上半身呢, 想必这样作为的就是在最终上映之时,能给大家一个惊喜吧,不过虽然说现场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,但实际上对于演员造型方面,前段时间也是有过一些蛛丝马剧呢, 就拿凭借美人鱼一踏入娱乐圈的林允来说,前几日他就曾在网上晒出过自己工作时的自拍照,照片中他梳着双丸子哪吒头,想必就是他在美人鱼二中的一个造型吧, 另外,此次这组照片,是网友在深圳遇到的周星石,而网上近几日也是有网友晒出了自己在深圳遇到林允的照片, 由此看来,美人鱼二也是延续了第一部在深圳的剧情呢,不过除了林允之外,其他在美人鱼一中,有过出色表演的演员,还并未被拍到, 但是想必剧情是延续第一部的话,那一众主演应该也是不会少的吧, 最后再来看一下星爷周星石,虽然照片中他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,头上戴着鸭舌帽, 但是鸭舌帽之下露出的花白头发,让人看了之后,也是觉得有些揪心呢, 想一想早年在周星石拍戏的时候,一头乌黑的头发也是非常帅气, 然而近些年来他的头发却变成了这样花白的,让人看了之后就不免觉得, 如今他真是老了不少呀,就像网友晒出照片时,